中国是一个拥有极大地形优势的国家 优势大到周边所有的民族 打破头都要往这里挤 平成地形优势最重要的两个原因 一个是黄河 另一个是长江 这两条江河最大的特点 是从西到东带着各自的支流 贯穿了中国大半可耕国土 世界上其他国家 没有这种从西到东 贯穿大半可耕国土的天然江河 欧洲没有 印度没有 伊朗没有 俄罗斯没有 只有巴西有东西向亚马逊河 但流经的都是原始雨林区 根本没啥经济效益 大国里头 只有美国南北向的密西西比河 串联起了全国 但密西西比河河水量小 寒沙量大 其通行里程只有2.6万千米 远低于长江的6.5万千米 长江落差大 水能资源高达2亿千瓦 密西西比河则只有4900万千瓦 最重要的是出海口 长江出海口直面太平洋 密西西比河出海口在墨西哥玩 去亚洲要走巴拿马运河 去欧洲要在佛罗里达多个大圈子 成本太高 不值得大量投资 所以长江中下游沿线城市 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 而密西西比河中下游沿线城市 反而是美国贫穷落后的地区 在古代史 只有尼罗河可与黄河一战 到了当代 长江则是全世界最宝贵 独一无二的一条河流 没有质疑 中国这两条大江大河 就是中华文明的地理基石 是中华区域自动形成 大一统的基础条件 在唐朝结束前 河南河北的气温 跟今天江浙地区差不多 河南河北就是那时的江南 那时的江浙 热得像今天的广东海南 四川都热到能种励枝 所以中国的开发 是先北方后南方 除了天气原因 在北方没有陷入长期战乱 且铁漆农具没有谱袭之前 黄河流域 因为土质比长江流域松软 开发更为便利 因此 中国最先依赖的河流是黄河 最早占优的便是黄河文明 铁漆农具出现前 中国人耕地用的是石头 木头 青铜 制作的垒 四 窑 这三个就是远古版的 叉 滑 锄头 专门用来收拾土地 所以管子海王篇里说 耕者必有一垒 一四 一窑 农民们拿着这些远古版农具 弯着腰在农田里忙活 种植 素 薯 稻 豆 后来铁器从春秋晚期出现 战国开始普及 农民们把目光投向遥远的 长江沿岸土地 拎着手里头的铁锄 跃跃跃跃跃 农民们这时候手头有了 绝 锄 鞠 锣 装备越来越专业 很想试试手里的火力 东汉末年开始 北方开始打成一团 老百姓切牛鲍尔逃到了江南 也就是从三国两进南北朝时期 江南地区进入开发阶段 到唐朝时 江南走向一线 南宋时 江南已经是全国最富 今天我们看到的景色秀丽的江南 三国前跟罗马时的法国差不多 到处是湖泊 沼泽 滩图 森林 是经过一代代人两百多年的耕耘 才有了日后的锦绣之地 2023年 我在浙江湖州走访时 当地人带我去参观 太湖楼港围田 才知道太湖周边的粮田 以前就是一片片贪图 是北方老百姓两进石逃到太湖 为了获得更多田地 发明了竹木围梨透水的沟渠系数 历经几百年治理 才将太湖变成人间天堂 是农业与水利的共同进步 人口因战乱迁徙 唐朝后 全国天气变冷 南方不再热地让人抓狂 才让江南越来越富 中华文明的重心 粗放点说 是从黄河流域 转向了长江流域 但细细看 长江只是上游的四川 和下游的江南 过上了好日子 唐宋时期的湖南湖北 这么一大片区域 还被认为是荒蛮之地 四川是很奇特的一个省 它虽然身处内陆深处 但没有黄河平原的干旱 也没有江浙广东的水患 更没有东北平原的霜冻 但四川资源在全国又算不上顶级 只是守城之地 偏霸之思 稳定而难进去 因此在中国 常属于二线重镇 是工业备份地 是农业粮仓所 而那些不在长江流域的福建 广东 广西 海南岛 那是蛮上加蛮 荒上加荒 苏东坡流放到海南岛时 好歹是个公务员 也只能日吃芋头喝白水 住着四处漏雨的茅草屋 常常看见成匹的白蚁 死在自己床柱上 如果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福建 在古代都过得这么苦 那贵州 云南 西藏 以前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好歹 湖北 湖南 就在长江边上 支流两省两村 广东 广西 属珠江水系 三十公里的林渠 就能打通 两省与长江的交流 青海 贵州 云南 西藏四省 是青藏高原 是横断山脉 地形图看起来都张牙舞爪 给人强烈的生存压迫感 在古代 远行都必须依靠水运 离开长江黄河的支流区域 经济上意味着孤苦无依 军事上意味着自成一系 青海 贵州 云南 西藏这些省份 纳入中华文明大家族的版图 就要比长江黄河支流区域 要慢得多得多 云南 成为稳定的中华文明的一份子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久 云南 以前是一个独立王国 西汉时 汉军第一次将云南纳入中华版图 汉武帝死后 云南便陷入混乱 直到诸葛亮七秦梦获 才重新收复云南 诸葛亮死后 云南再次叛乱 脱离中央控制 唐代时 这里是南兆国 十一到十三世纪 这里是段玉同志的大理国 忽必烈灭大理后 云南归入元朝 勉强第三次并入中华圈 云南的山里汉子一直不太服气 元末时天下大乱 云南再次自立 朱元璋赶跑蒙古人后 派二十四万大军 于1381年进攻云南 第二年收复全境 朱元璋深知 要让云南归附中央 必须下狠辣手段 因此下令销毁云南 所有历史文献大案 禁止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同时派大批儒士到当地推广汉语汉字 彻底抹平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记忆 并向云南大量移民 三十年后 云南才终于洗去白蛮影响 之后又历经明朝几代皇帝治理 云南才彻底融入中华文化圈 也就是说 云南这个家乡宝 完全融入大家庭 其实是明朝开始的事 也就七百年时间 没有大家模糊记忆中那么久远 其实贵州建制时间更晚 是1413年 朱棣才找了个机会 在四周四南改土归流 建立八府其贵州 薰卫斯和贵州布正石斯 云贵难以控制 就是横断山脉直接造成的影响 没有长江黄河的滞流 叠下山高古深的地理环境 很难从经济到行政完成统一 朝廷派下来的人一转头 下面的人操下刀子就给你一刀 我们当代人没有地理隔绝的概念 是因为有了飞机和高铁 这两种事物同时出现才多少年 地理隔绝对人的影响其大 远超当代空调房里 现代人的想象 你如果不懂这个概念 建议你跑去川西某个景点爬爬山 体验四五个小时就够了 让你知道高海拔下的缺水缺氧 烈日疲劳寒冷叠加的绝望感 我前几天爬山时 一只手臂没做好防晒 回来几天手臂那块都红得 跟下了油锅的虾一样 皮肤皱巴巴的 看起来像提前摔老了十年 我这也不过是几小时的体验 受不了可以开车回城 古代人靠两条腿背着干粮 从黄河长江流域跑这来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明朝时 何黄宣卫司向朱元璋称臣 朱元璋派去的军队 为所只到达何黄地区 也就是黄埔高原和青藏高原 接壤处西宁海东这一片 无法再深入青藏高原 明朝名义上统治西藏 但实际并没有在西藏设立行政机构 就是西藏高原那可怕的地理环境 决定的 元清石对西藏的控制比明朝率好 但西藏地区能彻底控制 还得多亏了青藏铁路 交通道了 军事 教育 医疗 商贸 文化 行政 才有保证 修青藏铁路一共牺牲了179人 伤633人 正是这些驻入工人的无条件付出 才让中华文明的兴火 稳定点燃了一个区域 中华文明从黄河流域起家 到长江流域兴盛 以这两大流域为基本盘 之后向四方扩散 花了上千年时间 陆续稳定了东北 青藏 云贵 新疆 是每一个省份像十六子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 当大中国区域形成后 非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每一个省份 也都成为我们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新疆负责镇守欧亚大陆通道 西藏负责镇守整个南亚 东北三省负责镇守大农业与大中工 福建负责镇守妈祖 内蒙古负责镇守北亚 而云南和广西负责向整个东南亚前倾辐射 那里是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 是我们过去生产力巅峰时 向南能到达的最远区 1382年 在朱元璋手下大将还最能达的时候 大明在云南设置了南店 甘牙 两个宣服司 陆川 缅甸 牧邦 八百大殿 孟阳 老挝 六个宣伟司 经六十年变迁 中间各种反复 宣的年间 还定有南店宣服司 甘牙宣服司 陆川宣服司 分别有吐司刀士 歹族刀士 歹族多士同志 这三个宣服司称为三宣 丛四品 分设在云南梁河 云江 陆川 瑞丽三地 另还剩有六个 由世袭吐司担任的 丛三品宣伟司 分别是车里宣伟司 缅甸宣伟司 穆邦宣伟司 八百大殿宣伟司 孟阳宣伟司 老挝宣伟司 六个宣伟司 分别管理着今天的 缅甸北 东 中部 西双版纳 泰国北部 老挝北部 大明名义上管理三宣六位 给宣服使和宣伟使 颁发金子红牌 作为朝廷信物 新皇帝上任和吐司换代 都要重新下发金子红牌 确立上下级关系 不过实际上 也只比管理西藏 强一丢丢 这些吐司都是独立小国 三宣六位 有些都自称国王 明宣宗放弃安南后 嘉靖时三宣六位 就不太听大明号令 开始相互兼并 老挝宣伟司独立 八百大殿被鲜罗吞并 穆邦和孟阳被缅甸吞并 大明在一旁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任由事情发生 蜻蜓命名后 前期对西南这种贫苦之地 没啥兴趣 到乾隆时 曾花十年四征缅甸 耗银一点五亿两 也没讨着什么好处 只收复了穆邦 孟阳 满墨等吐司地区 1852年 英国入侵 缅甸时攻入穆邦 1897年 英国与清政府前 中央蓄议缅甸条约 穆邦又被划入英属缅甸 从此以后 这里的汉族就称为国杆族 也就是今天 缅甸国杆族的由来 上面提到 大明放弃安南后 三宣六位就不怎么听话了 安南就是今天的越南 大明对安南和三宣六位的控制 就是古代中华文明能到达的最远处 中国在秦朝时 将越南北部大福纳入巷军 汉唐时收越南全境 分别叫交址和安南都护府 安室之乱后 中华国立大衰 越南就没人管了 内部也各种混乱 北宋建立后第八年 即968年 丁布领平定越南十二个诸侯 第一次使用越这个国号 算是现在越南的开端 之后大宋忙着跟北方三大野族暴打 就更没人管越南这边的事了 从宋到清 越南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藩属国身份存在 明朝永乐年间 越南被张府平定 实际统治过二十年 但因为越南此时已经立国好几百年 逐渐有了国家认同 视大明为侵略者 不断发生暴动 明宣宗朱瞻基时 因考虑到国家要集中财力军力 对付北方游牧 在击败叛军后 决定来一次体面的撤退 才出了交职 1428年承认安南独立 不过仍属藩属关系 大明对越南的实际统治 也就这二十年 1802年 越南进入阮复印的阮潮 请嘉庆帝批准改国号为南越 嘉庆查了下历史 发现南越古代包括广东广西 就自名越南 这个名字就用到现在 中国对三宣六位和安南的同志 实际都败于地理 我第一次深入贵州山区时 就感觉这要是在古代 根本没办法执行大国的基层治理 因为不同的人分散在不同的山区 每一片山区就会形成相对独立的语言 生活习惯 相当于很最小的一个个小王国 对外人充满排斥 而治理这些小王国成本极高 去一片山区收税和盼安 走路都要十几天 腿都走断了 地儿还没到 行政效率极低 细节管理上 财报全是亏损 最后只能把一片地方承包给一个吐司 让吐司全权负责税收司法治安 但吐司必须听中央的话 不听话就敲打他们 我们能控制贵州 是因为它旁边就是湖南四川 离中华核心去信 容易调集军队粮草 贵州要是搬到缅甸 我们拿贵州也没办法 大家看上图 中南半岛的地形图 这里是位于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挤压边界 北部山川就是横断山脉的一部分 整个半岛北高南低 纳加 若开 登牢 塔念塔翁 比劳克东和长山山脉 都呈南北巷并驾齐驱 把北部隔离的一条条的 河流也跟着南北走向 使中南半岛到处是深谷高山 激流湍河 因为山脉的作用 造成了中南半岛上的国家 其领土大都像越南那样 呈南北长条状 中国要进攻中南半岛 就必须要穿越极度炎热的雨林区 这里降雨频繁 毒蚊子黑压压乱飞 山马黄又大又粗 部队在这种环境下行军容易脱水 更容易得疟疾 打摆子打死 古代征于南及中南半岛 士兵大量死于瘴气 这个瘴气就是蚊子群 黑压压飞起来像一团黑气 蚊子盯人很容易传染疟疾 古人不懂这个 就叫中了瘴毒 马元征中南半岛 军力经仗义死者失速 就是得了瘧疾死亡率 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 诸葛亮七秦梦获期间 瘧气密布 处置即死 唐朝打南昭国时 七万大军 十之七八 死于瘧气和饥饿 直到1820年 法国人发明了奎宁 才找到了对付瘧疾的方法 饶是这般 1960年代 美军打越南 还是因为瘧疾 减员十万人 在中南半岛开垦土地 也比黄河长江流域 要艰难许多 草木生长茂盛 树根深入地底 鱼量太大 使土地施肥 在没有化肥的前提下 古代中南半岛粮食产量 远不如黄河长江流域 所以中南半岛 有些地方真不是人带的 文明会先出色黄河和长江 自有它的道理 古代中国的军事威胁 通常都来自北方 中南半岛的小国 没有进攻能力 但长期损耗能力很强 所以中国最后 都只能撤出中南半岛 专注国力 对付北方侵略者 这也是自唐以后 中南半岛越来越难 吸收进中华文明圈的 根本原因 当时间进入到当代后 富有野心的越南 一直很想统一 整个中南半岛 越南在武朝时 仅有现在领土的三分之一 之后越南连续打败 战谱高棉 形成今天的版图框架 正准备与泰国争霸半岛 法国人拎着枪跑过来 暴打越南 1893年将越南老挝 柬埔寨 合为法属印度之那 打断了越南的争霸计划 越南二战后 在中国帮助下 摆脱了法国殖民统治 但中苏反目后 越南投靠苏联 霸心负起 准备吞并柬埔寨 但被中国发现企图 逼越南把柬埔寨又吐了出来 我小时候看到越南 1978年灭布尔布特政权 中国后来又把越南赶走 有点想不明白 因为布尔布特的名声 实在太差了 我们是不是在帮坏人呢 后来才明白 中国当时赶走越南 是在阻止越南称霸中南半岛 越南1978年11月 跟苏联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以想借苏联的力量 吞下整个中南半岛 布尔布特确实很差 但柬埔寨还有西哈努克 怎么也轮不着越南来统治柬埔寨 越南要是真的统一中南半岛 会对中国形成巨大威胁 所以要在其萌芽状态时打掉 恰好我们当时需要跟美国搞好关系 在各种原因去世下 中国1979年 击碎了越南的称霸计划 时至今日 越南还是有着先吞中南半岛 再定东南亚的欲望 所以越南在参与中国一带一路时 总是寒寒糊糊 因为越南害怕 一旦深入连接中国的经济规划 他们的经济上限会被压低 必须跟着中国一起出经济牌 所以常常跟中美同时谈条件 企图制衡中国对他们的影响 2021年 我写过一篇《王道与霸道》 详细介绍了泛亚铁路计划 时至今日 越南那条东线还是没有东宫 可见越南着实不想完全融入中国经济 还是有他们自己的野心 中国在经济和基建上 也会走先定中南半岛 再连接整个东南亚的思路 于是跟越南处处都有冲突 古代时 中国试图用武力控制中南半岛 在地形压迫下 三宣六位置并没有成功 现在时代变了 地形问题不是大问题 搞经济也比搞武力有效得多 所以中国也换了一种思路 要完成新经济版的三宣六位 面对越南迟迟不肯点头 才有了2021年的昆万铁路 和2024年的福南运河 不管越南你想不想玩 我们先把东盟大交通网络搞起来 能搞一些是一些 你来 大家一起发财 你不来 我们绕着你走 许多人认为 柬埔寨复南运河是前置越南的 但其实还可以这样想 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想落死泛亚铁路 福南运河的建设 只是在催促越南 做个关于泛亚铁路东线建设的决定 东南亚这块区域 迟早也必须成为中国的后花园 前面说 新疆镇守欧亚大陆通道 西藏镇守南亚 东北三省镇守大农业与大重工 福建镇守妈祖 内蒙古负责镇守北亚 其实东南亚也是遏制印度的桥头堡 印度跟中国古代时同时影响东南亚 古代印度陆路挨着缅甸 公元一到二世纪 走海上到达东南亚时 东南亚还处于十七时代 印度文明要先进得多 东南亚只能被动接受印度文明的影响 八世纪的普罗夫图和十二世纪的吴戈建筑群 都受过印度文化的影响 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在十五世纪才停止 西方殖民者进入东南亚后 印度人的影响彻底清空 但在西方殖民者退回老家 中印相继崛起的背景下 中印两国的文化会同时向临近的东南亚外溢 这时候中国必须抢先控制中南半岛 因为中国一旦放弃 印度肯定会在后面五十年控制中南半岛 长远来看 中印两国对东南亚的争夺不可避免 未与筹谋 中国应当在领先印度时早先布局整个东南亚 为子孙后代多谋一些福利 过去因为生产力落后 中原无法战胜中南半岛的恶利地形 致使长江黄河文明到云贵就基本结束 到三宣六位就拉到了极限 现在生产力已足够克服地理上的困难 中华文明翻越雨林 先影响到中南半岛 再影响到整个东南亚 在物质上已经没啥问题 但因为中南半岛上的缅甸 老挝 泰国 柬埔寨 马来西亚 越南六国 各有各的烂账 以至于中华文明 已经达到能提升中南半岛交通 经济 军事安全的高度 但中南半岛还因为战乱或野心 迟迟不敢落死 中国也改变了古代以武力征服的思路 改走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钱一起赚 有才一起发的新路线 但中南半岛还在观察犹豫 所以中国只能先从昆万铁路 和湖南运河逐步推进 以示诚意 中国对东南亚的经营 必先从中南半岛开始 菲律宾和印尼还在一旁等案例出来 才会决定偷不偷 收拾复杂的中南半岛 是中华民族继明朝后 重新向外蔓延文明的第一步 十分考验我们的政治智慧 好在对中南半岛的细心经营 还是在缓步前进的 是看得见成果的 中华民族重新兴盛 必有一条定都南亚 收台湾 降日韩 控中亚 联欧俄 经略西亚的大路线 而在这条宏大的政治路线图上 中南半岛只是其中的一小步 我们不克服中南半岛 谈什么人类大同 道路还十分漫长 好在我们已经出发 这世上有很多河流 都决定了他们国家的兴生 又法拉底河 底格里斯河 尼罗河 恒河 莱因河 密西西比河 都为创造伟大的文明 做出过极高的贡献 但从来没有哪个国家 同时拥有黄河和长江 这么重要的两条大江大河 也没有哪条河流 像黄河长江这样 几千年整体上不衰败 连续不断地 补育出优质文明 当这项文明足够优质时 就会向外不断延伸传递 为周边更多的人类族群 提供更优质的物质 与精神产品 一旦地理困境得以征服 真正先进文明的拓展 是难以阻挡的 比起掠夺与征服的 野蛮文明路线 共同追求全人类的 共同富裕 和平以待 才是人类发展的 真正康庄大道 在走上大道之前 先让我们重回 经济版的三宣六位 在中南半岛 给全人类打个样 告诉一些强盗和土匪 不称霸又追求 共同发展的优质文明 到底该是什么样子